无赖邻居怪我WiFi信号太强,还要报警刮我,这天,我正在为自己的视频发愁,因为就零零星星的几个人评论,突然响起一顿急促的敲门声,我打开门一看,只见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人站在门口,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?这个男人皱了皱眉,密码八个八的WiFi是不是你家的,这是想蹭我WiFi吧,我点点头,是我家的,怎么了? 结果这个人却说,是你的就行,从现在开始,我命令你把你家的WiFi关闭,我是你家楼下的,我的妻子怀孕了,WiFi的辐射信号太强,对孕妇和胎儿都不太好,从现在开始,你就忍上十个月,等之后我妻子生了,你再打开你的WiFi。 听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说着莫名其妙的话,我心想这人是不是有点二,但是如果我直接拒绝的话,想必他会一直纠缠不休,单纯我说行了,没问题,但是我把WiFi关了以后,那我以后看电视玩游戏的话,就只能用流量,那你看你是不是要把流量费给我报一下,如果按我平时的习惯,用5G套餐的话,一个月差不多两三千吧, 说完,这个人的脸瞬间绿了,可随即他又说道,其实WiFi的辐射不只是对孕妇和胎儿不好,对婴儿也是一样的,这样的话,停十个月可能不太够,你这WiFi怎么也得停个三五年,这个家伙是要给我送钱吗,没事,多久我都配合你,只要你给我报销流量费,至于三五年的费用是多少,我评论区的家人们会告诉你,说完这人也急眼了,凭什么你的流量费要我买单, 你老老实实的关了WiFi不行吗,真是给我气笑了,你不给我报销流量费,凭啥要我关WiFi,凭什么要我白白配合你,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,还找楼上来让我关了,也不知道这个人哪来那种理所当然的勇气,我媳妇都怀孕了,你就不能先救一下吗,呵呵,你老婆怀孕了,和我有啥关系又不是我干的,说完场面一度尴尬,邻居被我呛得欲言又止, 但实在又想不出怎么对我,我见他不说话了,要是真想听我WiFi,随时来找我,不过这中间的流量费要给我补上,说完我便回到了屋里继续看手机,还没过两分钟,我听见外面叽叽喳喳的好像是在,骂我,我打开门一看,只见一个孕妇在张牙舞找着, 这家人真没公德心,我都怀孕了,哪受得了这不设啊,现在的人怎么都这么狠毒呢,这是要故意害我和我那还没出事的孩子啊, 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方法,这种是找物业或者局委会是解决不了的,我回到屋里,打开无线网的后台,我将自己的无线设置了多个C,只听外面的孕妇又喊, 老公,那个傻叉是不是已经把WiFi关了,气死我了,这个杂碎不仅没把WiFi关了,还有多了几个,而且你看看这名字,超强辐射,流产,同运毒,基因通变, 兄弟们,你们觉得我的WiFi名字起得好不好呢,忽然我听见楼外响起了警笛声,哟,这是报警抓我吗? 接上提,奇葩邻居强制关我WiFi不成,还想报警抓我, 唯,鼠鼠同志,有人要害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? 鼠鼠们以为事情非常严重,一分钟都不敢败义,外马加编的就来到现场, 然后就语读了本以为是什么隐移的事情,原来只是因为WiFi有没有辐射的问题产生了纠纷, 而这对奇葩邻居上来就指着我说, 就是这个人,他明知道我是个孕妇,不能承受WiFi的辐射, 还故意弄那么多加害我,想让我的宝宝贬机型, 结果我们让他关了,他还问我们钱, 只见楼道里顿间鸦雀无声,我只是听说一运傻三年, 而不是一运变傻叉,这个女人在鼠鼠面前一顿控制, 鼠鼠同志也是没有想到会遇见这么奇葩的一对, 都什么年代了,你们小两口还认为WiFi的辐射会对孕妇和胎尔有影响, 其实不管是WiFi还是通信站,对人体其实都是无害的, 一位鼠鼠同志好说歹说的,上巴都体皮了, 但这对奇葩小两口就是不信,就咬定了WiFi会伤害他, 鼠鼠也没辙了,你们硬是不信的话也没办法, 我们只能说,人家用自己的WiFi这并不违法, 而且WiFi叫什么名字也是人家的自由, 当然了名通的四眼确实有些不妥, 对于这件事,鼠鼠同志并不打算追究, 你们小两口呢,以后也别再骚扰人坐牛车了, 想起你们的做法肯定也让人不疏忽, 不然谁会把自己家的WiFi名字改成不韵不韵这一类的, WiFi辅射的问题我们已经讲清楚了, 倘若再闹下去,可真就是胡闹了, 紧接着鼠鼠对我们说, WiFi名字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追究了, 赶紧把WiFi名字改一下, 这些字眼确实让人不适, 大家都是邻居,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 这件事情就先这样,大家觉得怎么样? 对此,我当然没什么好说的, 只要他不来找我事, 我自然也不耍无赖, 好了,事情就先这样, 没什么时候我就先走了, 鼠鼠们走了以后, 这两口子也骂骂咧咧的离开, 分受了什么迫害一样, 我也没管他们, 回到屋里,我也没改掉WiFi的名字, 谁知道过几天, 这小两口会不会还上来骂街, 本以为这样的烦心事, 能占告一段落, 可第二天, 我刚下班回到家里, 就看到一群人挤在了电梯门口, 谁家这么没素质, 这电梯在楼上停了半个小时了, 怎么这么缺德? 我赶忙上去问了一嘴, 大妈发生了什么事啊, 眼前这位大妈冷着个脸, 还能是怎么了, 这电梯又停16楼了, 16楼有个熊孩子, 天天用板凳挡着电梯, 搞得邻居们上下都只能走楼梯, 这事也没个人管一下, 说着其他的邻居也都凑了过来, 这件事也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, 我拨通物业的电话, 和物业说电梯一直在上面下不来, 已经半个多小时了, 几分钟后, 物业的人来到电梯口, 对着电梯看了几眼, 各位业主, 电梯肯定是没坏, 还没说完, 大妈便说, 这肯定又是16楼那个小孩, 拿着凳子占用着电梯, 我们怎么上去啊, 我这老身子不, 爬20多层不累死了, 对此, 物业的大哥也不想爬十几层去按电梯, 关键是这电梯停上面了, 我们也没法上去啊, 见物业大哥不作为, 大妈也不乐意了, 大姐你有没有觉得你摊上大事了, 这段视频记录了大姐剪断网线的全过程, 大姐看后瞬间慌了, 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耍赖了, 叔叔同志, 你们是不是哪里搞错了, 你们是不是和这小伙子是一伙的, 告诉你们, 不要当我好欺负, 要是今天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, 信不信我投诉你们, 显然大姐已经开始破防而且不知所措, 随后我拿出宽带的收据给大姐看, 大姐, 这是我宽带的收据, 大姐看到收据后面的一堆灵, 孔孔一阵, 这是什么意思, 一百年的宽带, 大姐长叹一口气, 叔叔同志, 您看这样行不, 我把他的网线重新揭好, 这事就这么算了, 叔叔转头看向我, 毕竟我才是受害者, 我怎么可能这么便宜了大姐呢, 网线是能修护没错, 可因为这件事给我造成的损失, 你想怎么赔给我呢, 兔崽, 小伙子, 明天我找工人给你修好, 然后再给你做顿饭怎么样, 大姐我的厨艺可好了, 这样的天价大姐知道自己赔不起, 索性想将事情先压下来, 大姐, 我是一名网络主播, 因为您捡我的网线, 导致我不能够正常直播, 所以我今天的收益是不是您要给我结算一下呢, 再加上务工费, 好腿费, 以及精神损失费什么的, 是不是您也应该一并承担, 大姐不屑一笑, 嗨, 你这一天撑死也就百十块, 我给你一百别找了, 这样你满意了吧小伙子, 此时的直播效果也是让大姐搞得极好, 这样吧, 网线我也不用你修了, 你只需要赔偿, 我今天的损失就好, 我今天收到的礼物是两千元以上, 零头给你抹了, 给我两千就行, 你吹什么牛, 我一个月工资也才两千, 大姐明显不相信我说的话, 鼠鼠同志, 这小兔崽子带着诈骗, 你们也不管管, 既然如此, 我便把当天的收益截图拿了出来, 杨警官您来判断一下, 我到底有没有说谎, 鼠鼠观察了片刻, 这却实是真的, 大妈听见这话整个人, 又愣住了, 但大妈很快便反应过来, 据我所知, 你们主播的收入并不是每天都固定的吧, 今天两千, 明天没准, 连二十都没有, 鼠鼠认为大姐说的也有道理, 毕竟这份职业的酬劳也确实不是固定收入, 这样吧, 就按你当月的平均收入来算, 这样公平吧, 既然鼠鼠都这样说了, 那就这么算吧, 我记得当时系统送了我一百万, 而且这两天的人气暴涨也是一笔不少的流水, 但是我需要鼠鼠帮我作证, 免得大姐一会又要赖账, 没问题, 月底的时候我会再来一趟, 就这样我们都各回各家, 恭喜主人完成选项二任务, 奖励一百万现金, 好家伙, 这月又收了一百万, 这不也是我的流水凭证吗, 而且这系统给的钱不需要过多解释, 绝对是合法的, 既然事情到了一段落, 那么就继续打游戏吧, 检测到主人的账号会在三小时后被盗, 请选择以下操作, 选项一, 号就当喂狗了, 和没事一样继续直播, 奖励, 忍者神归CASV, 选项二, 等账号被盗立马打电话给到号狗, 试试能否把账号追回, 系统会自动提供联系方式, 奖励, 历史账号一个, 选项三, 使用合法途径让到号狗得到应有制裁, 并把账号夺回来, 奖励, 现金一千万, 不由一愣, 这还用问吗, 果断选三啊, 在金钱面前其他都是浮云, 这个账号的资产才不过千百块, 必须想个法子, 让到号者绳之以法, 于是我立马打开直播, 主题是测试游戏超奖概率, 兄弟们, 咱们看看这个水晶的真实概率到底有多少, 这样吧, 今天就充他个一百万, 看看能出多少个水晶, 反正这一百万都是系统奖励的, 没什么可心疼的, 水友们见我如此大的手笔, 也是瞬间炸开了锅, 距离账号被盗仅剩三个小时, 我必须尽快完成操作, 而这一百万也不能一次性充值, 只好分次进行, 就在我即将充值结束, 点开商城时, 忽然屏幕出现一个窗口提示, 检测您的账号信息登录一场, 请重新登录游戏, 水友们也纷纷讨论了起来, 忽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, 你是尾号四个八账号的号主吧, 你是谁, 你只需要知道, 你的账号现在在我手上, 你要是想收回去, 你就给我拿一万块钱, 突然就把你号封了, 倒号的还这么猖狂, 我的号是你到的对吧, 你可知道这个账号属于我的个人财产, 而你现在的行为属于犯罪, 电话那头直接笑开了声, 真有意思, 一个破账号, 你还真觉得能拿我怎么样, 有本事抓我了, 紧接着倒号者也烦了心了, 你也别跟我废话了, 十二点之前我收不到, 你这账号就废了, 说完他便挂断电话, 我和倒号者的对话, 直播间的水友看得一清二楚, 而且我身上还有选项三的任务, 必须要让这个倒号狗绳之以法, 所以我还得继续给水友们做户外直播, 我很快来到了派出所, 之前的杨警官见到我很是惊讶, 小兄弟, 又发生什么事了吗? 没错警官, 我要报案, 杨警官先是愣了一下, 小兄弟请放心, 上次的事情我们肯定会公正处理, 您误会了, 这次是另一件案子, 我和杨警官完整叙述了整个案发过程, 我还将我一笔一笔的通知记录, 还有录像拿给杨警官看, 你背到了一百万的资产, 杨警官的脸色逐渐认真了起来, 属属同志, 当时我接电话还录了音, 这些信息我一并都给你吧, 小兄弟, 这件案子我们已经受理, 说完属属同志便拨通了骗子的号码, 你好, 这里是派出所, 你涉嫌一起盗窃案件被举报, 希望你可以主动来配合我们调查, 电话那头微微一愣, 属属同志, 请问我犯了什么事, 杨警官非常严肃的说, 你到底的网络资产勾达百万, 光这一点就可以坐实你的罪名, 倘若你投案自首, 未来还将是一片光明, 听完盗号者整个人都猛了, 没想到到了个课金玩家的账号, 不是, 属属同志, 您这是在拿我说笑吗, 我最多也就到了十个号, 怎么可能直上百万, 我懂了, 是你小子玩我呢, 是吧, 盗号者的语气越发嚣张, 还在那装属属, 老子差点就信了, 浪费我这么长时间, 滚蛋吧,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, 真嚣张, 马上查这个人的地址, 没一会, 旁边的同志便说, 查到了, 看到地址信息后, 杨警官似乎有些诧异, 这个地方, 就在咱们局对面, 接上级, 属属查到号贩子地址, 原来就在警局对面, 杨属属眉头一皱, 小兄弟, 地址我们已经找到了, 我们马上会对这名歹夫进行拘留, 你等我通知就好, 可是这样的名场面实在不多见, 而且我直播间里的吃瓜, 群众也都跃跃欲试, 属属同志, 可以的话, 我可以一同前去吗, 我也想亲眼看看这个造号狗长什么样, 这个没问题, 但是如果遇到危险, 请第一时间离开, 没问题, 属属同志, 我和属属很快便来到了号贩子的窝点, 紧接着属属同志不慌不忙地敲了敲门, 谁呀, 你好, 送外卖的, 门一开, 小贩直接傻眼了, 在他眼前的是一名身材魁梧的属属同志, 姓名, 言如玉, 很明显小贩内心慌得一批, 言如玉是吧, 你涉嫌盗窃他人资产, 现在请你立马和我回局里调查, 小贩先是一愣, 随后说道, 属属同志, 你们是不是哪里搞错了, 我可是一位良民呢, 而且我一直都是靠自己的劳动赚钱的, 根本不会偷强, 怎么可能道歉呢, 杨叔叔也不磨叽, 今天下午两点时分, 好几个八的账号是你道歉的吗, 小贩摇了摇头, 属属同志, 您可不能诬陷我了, 凡是要讲证据的, 你要证据是吧, 我反手将当时的电话录音拿了出来, 一个破账号, 你还真觉得能让我怎么样, 有本事抓我了, 小贩神情极其慌张, 这话不是我说的,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, 故意合成的来诬陷我, 杨叔叔补充道, 需要我去找声音鉴定专家吗, 是不是你的声音, 一侧便知, 倘若冤枉了你, 自然会还你一个清白, 见小贩低头不云, 杨叔叔说, 所以请跟我们走一趟吧, 杨叔叔下意识的拿出了银手镯, 小贩一看这对银手镯, 紧跟着也急眼了, 不是, 叔叔同志, 我道个号也犯法吗, 而且这是我凭实力道的号, 凭什么说我犯法, 此话一出, 在场的和直播间的全都愣住了, 如果是在以前一串游戏数据可能真不会有什么, 可是现如今实在变了, 我们所有的交易都有记录, 只要我们整理出所有的相关数据, 一样是可以立案的, 叔叔像在看傻子一样的说道, 这么说, 你是承认了, 但小贩还想挣扎, 因为自他道号以来, 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被找上门, 不对吧, 叔叔同志, 首先这是我凭自己的实力道的号, 而且游戏本来就是一串虚拟数据而已啊, 杨叔叔听完, 一一一愣,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接手过这样的案子, 虚拟数据是吧, 你可知道游戏账号以及货币等虚拟财产, 虽不是实际财物, 但也属于刑法中的其他财产, 而且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, 是每个玩家花费了大把精力和时间, 甚至劳动得来的, 它的价值和重要性并不亚于真实财产, 我对小贩的一顿输出, 让我直播间的水友们大吃一惊, 可号贩子仍然不打算退缩, 你也就是欺负我不懂法, 你等着我打给我的律师朋友问一下, 随后号贩子便拨通了电话, 喂, 张伟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, 号贩子和他的律师朋友说起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, 只见电话那头说犯罪, 不至于, 号贩子见律师都这么说了, 立马也不慌了, 我就说嘛, 他们肯定是在唬我, 可还没等他高兴两分钟, 另一头的张伟律师又补充道, 但是前提, 你必须让当事人主动撤销案件, 需要让他证明你没有犯罪, 不然这仍算是犯罪, 这话风突然的转变, 顿时让号贩子不知所措, 也就是说, 号贩子不光要把账号原封不动的还给我, 还要征得我的原谅, 而且我还得撤案, 才算可以, 你这次的行为, 数与数额较大的那种, 少说也得, 有十年, 我可帮不了你, 拜拜了您内, 说完, 张伟便挂断了电话, 因为通话过程打开了扬声器, 所以我直播间的水游也是听得一清二楚, 而且也越来越热闹了,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, 说完我便将我所有的充值记录摆在他面前, 可号贩子毕竟不小, 被关进小黑屋, 这样吧, 你把案子撤了, 我多给你点钱, 这样行吧, 我可不是什么善良的人, 而且我直播间的水游和我一样, 都非常憎恨道号的人, 所以我定是不能轻易饶了他, 不好意思, 我对钱没有兴趣, 所以你还是去小黑屋洗心革面吧, 严如玉, 你涉嫌盗窃, 另外, 在实施盗窃后又勒索他人财产, 最佳一等, 请配合我们工作, 说完, 好贩子突然威胁我说, 小子你给我等着, 等我出来有你好看的, 杨叔叔, 你看他威胁我, 威胁他人人身安全, 一共三项罪名, 快带走, 说完便直接给贩子戴上银手朵, 恭喜主人成功完成选项三任务, 获得奖励, 一千万现金, 嘿嘿, 爽啊, 街上集, 大妈捡我网线不当回事, 我返手续费宽待一百年, 房东儿子要结婚, 想强行将我赶出出租屋, 看我如何索赔十五万, 这天我正在制作视频, 忽然一顿急促的敲门声, 来了来了, 只见敲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, 请问你找谁, 这女人极不礼貌的挤进了我的屋子, 还四处打量的说我是荒冬, 是你的房东, 我的房子当时是找中介租的, 所有手续都是齐全的, 虽然我付了钱, 但房子毕竟是人家的, 我还是客客气气的说房东太太, 请问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, 只见房东在房子里躲瞧瞧又看看, 看完了才说到我儿子要结婚, 这套房子我要留给我儿子当婚房子, 以后就不租了, 其实我还没太明白房东的意思, 您的意思是要提前收回房子吗, 房东不耐烦的说废话, 我不是跟你说了要给我儿子当婚房用吗, 既然这样那好吧, 那你把之前我交的押金还有剩下的房租退给我吧, 我明天就去找房子赶紧搬走, 可房东根本不理我这话茬, 我是让你立刻搬出去, 能听懂人话吧, 你现在立刻马上就要搬走, 一天都等不了, 真是又碰见奇葩了, 不讲理还这么无赖, 你说你叫黄东是吧, 先别说我的房东是不是真的是你, 就算是你, 你也没有权利现在就赶我离开, 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呢, 说完我便拿出了合同, 只见房东也拿出事先准备的房产证, 你的合同是你跟中介签的, 你找你中介掰扯去, 现在我就要收回我的房子, 别的和我没关系, 房东明显是在推卸责任, 甚至还想耍无赖, 合同是我跟中介签的, 钱不还是落到你的口袋吗, 而且房租按年付也是你要求的, 我现在交了一年的房租, 还有半年才到期, 你要提前收回, 我没意见, 但是你要把剩下半年的房租和押金都退给我, 而且你现在就要我搬走, 你让我搬哪里去, 而且我也说清楚了, 你把该退的都退我, 明天我就找房子搬走, 我甚至都没有提你违约的事, 这个房东就跟听不懂人话似的, 你爱去哪去哪跟我没关系, 既然好好说话你不听, 即使这房子是你的, 那我也能履行我现有的权利, 你给我出去, 在我租期内, 没有我的允许, 即使是房东也不能进来, 这个房东也算是有眼色, 看出来我已经快急了, 要是打起来肯定自己讨不到好果子, 冷吼一声便走到了门口, 我告诉你, 你今天必须搬走, 你是在威胁我, 我还真想看看你有什么手段, 我现在给你的脸已经够足了, 按合同规定, 违约方必须双倍赔偿租金, 我都没跟你要, 本想跟你好商好量, 现在我反悔了, 没有拿到赔偿, 休想让我走, 我回到屋里, 思前想后, 没想到这房东竟这么不讲理, 如果他再来胡搅满缠, 我也只好报警处理了, 但是房子我是和中介租的, 我还是有必要去找一趟的, 第二天我来到中介公司, 你好, 我是半年前在你们这租的房子, 最近我遇到了一些问题, 我的租期还有半年时间, 房东昨天找上门要我立刻搬走, 还拒绝退还押金和房租, 你们说这事情应该怎么解决, 中介一听, 怎么会有这种事, 这绝对不可能, 只见中介思索一番, 先生, 我们公司出租的所有房子, 都是合法手续, 你说的这个情况, 肯定不会发生, 这样, 我先联系一下房东, 您稍等, 没过两分钟, 中介就打完了电话, 先生, 我觉得这是您和房东之间的矛盾, 我们中介的工作, 是在你签完合同后, 付完中介费就结束了, 当然了, 出了这样的事, 我们也是非常遗憾, 但是你应该去找房东协商解决, 这和我们没有关系, 好家伙, 这就开始跟我玩踢皮球了, 接上级, 房东中途, 强行罢租, 结果被罚15万, 房东说了, 我是和你们签的合同, 让我来找你们, 而且我确实是找你们租的房子, 合同上也白纸黑字写的你们公司的名字, 所以, 现在出现这种事情, 我觉得你们作为中介, 还是有必要去和房东谈一下的, 可这时这个中介也开始油言不尽, 毕竟上级结尾说了, 我付完钱, 他们就不管了, 这位先生, 请您不要在这胡搅蛮缠, 虽然合同您是和我们签的, 但是租金和押金都是打到房东账户, 你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应该去找房东, 与其你在这里闹, 你还不如去和房东商讨, 既然如此, 我也就没有在这谈下去的必要了, 首先我来找你们是为了解决问题的, 不是来闹事的, 如果你们无法解决问题, 那我们就法庭上肩膀, 离开中介公司, 我正在想, 如果黄东又来闹事, 我该怎么办时, 发现我家楼道堆满了各种家用电器, 我上前一看, 我逃, 这不都是我的吗, 我的豪华冰箱, 电脑, 扫地机, 还有床单被褥, 全都被扔了出来, 真行啊, 我才去趟中介公司, 他就给我来了个大扫除, 行, 既然你把事情做的这个份上, 那事情反倒是好办了, 我有个好朋友, 正好是个律师, 为张律师, 我和张律师诉说了整件事情的经过, 以及我去找中介公司的事情, 你可真是倒霉附体了, 但是毫不夸张的说, 你那房东真是个法盲, 他这么做, 反倒是非常好办了, 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房租纠纷问题, 情节严重的话, 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了, 正合文, 不刺激的官司打着可没意思, 如今你的房东, 虽有房子的所有权, 但是你把房子租下来后, 房东就没权对你进行干涉, 他现在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入侵他人住宅, 也就是私闯民宅, 我听到这话, 浑身内叫一个舒坦, 好, 我已经清楚了, 挂断电话后, 我立马又打给了鼠鼠同志, 好, 那接下来就等鼠鼠同志到场了, 你好, 我们接到你的报警电话, 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 鼠鼠同志, 事情是这样的, 楼道的家具都是我的, 我的房子在租期内, 被房东强制赶出来了, 便说着, 我拿出了租房合同, 房东再没, 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, 闯进了屋, 还把我东西都丢了出来, 而且我剩下的房租和押金, 他也不给我退, 我将整个事情和鼠鼠附属了一遍, 好, 我们先和这个房东说通一下, 我带着鼠鼠同志来到了房间门口, 可我的钥匙怎么也打不开房门, 很明显, 房东已经把锁给换了, 鼠鼠点头, 表示理解, 只能敲门了, 房东太太, 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, 你打开门, 我们谈一下吧, 只听屋里传来,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, 我都已经说清楚了, 你的押金房租去找中介药, 别来跟我废话了, 无奈鼠鼠同志只好接话道, 房东女士您好, 我们是辖区民警, 麻烦你把门开开, 房东一听是警察, 顿时吓了一跳, 连忙打开了门, 同志, 这是我的房子, 我现在不租了, 这不犯法吧, 说着房东便拿出了房产证, 鼠鼠同志和对无误后便说, 房子是您的没错, 可既然双方签了租房合同, 那你就不能想不租就不租了, 如果您想解约, 那么确实需要退还剩余部分房租, 以及违约金, 听到这话, 房东瞬间不乐意了, 你们有完没完都和你们说了, 有事找中介去, 别来这跟我啰嗦, 黄女士, 您现在的偏激行为非常严重, 如果事态升级, 可不单单是赔钱那么简单了, 你想一想要不要好好配合, 街上集, 无赖房东详行收房, 还把我的家具扔在了门口, 鼠鼠同志, 现在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, 租约期间, 房子的所有权在我手里, 那他现在的行为已经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了吧, 鼠鼠点点头, 确实可以这么说, 不过我认为咱们还是以早姐为主, 话这么说是没错, 但这位房东太太不愿意啊, 而且我的诉求很简单, 把我的押金和房租退了, 这难道不合理吗, 见房东由言不尽, 鼠鼠同志也只好把话说中, 黄女士, 你要知道, 我现在和你谈都是为了你好, 你现在这可是违法行为,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, 我在最后劝你一遍, 要么你把该退还的房租押金退还, 双方合计, 要么你就把人家的行李家具都搬进来, 让他住到租期结束, 可这个房东太太依然觉得自己占领, 我自己的房子我不租了都不行了, 我拿回我的房子哪里违法了, 再说了合同又不是和我签的, 凭什么我负责, 鼠鼠同志也终于明白多说无译, 直接掏出银手镯, 黄女士, 既然你不愿意合计, 那还是跟我回去一趟吧, 现已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名利带过你, 请你配合, 看见鼠鼠拿出了银手镯, 黄东的脸色为之一变, 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, 怎么着, 你还想拒捕啊, 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, 听我这么一说, 黄东太太便乖乖伸出了手, 要是再加上拒捕这个罪名, 那可真是有好戏看了, 可黄东太太虽然身体很乖巧, 但她还是有些不服, 你们凭什么抓我, 我要请律师, 你当然可以请律师, 这是你的权利, 等到了警局以后, 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家属, 正当叔叔同志要给他戴上手镯时, 房间里突然蹦出来几个标形大汉, 这几个人的架势也把叔叔吓了一跳, 你们是什么人, 我们是黄东的亲戚, 你凭什么抓黄东, 今天你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, 要不我们不服, 怪不得黄东今天敢这么叫嚣, 原来屋里有人呢, 叔叔看着这几个人的架势, 有点像要抢人的意思, 警察办案, 无关人员不得干涉, 我不管你们是谁, 如果你们不想犯罪, 那你们就想清楚你们现在的行为, 而如今的场面, 看得我更舒坦了, 怎么, 仗着人多想看法吗, 你们拦着叔叔想干嘛, 想袭警吗, 见我这么一说, 以及叔叔的警告, 这几个人也锁了, 没有没有, 我们就是问问, 抓人才有个理由啊,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, 黄东涉嫌违法,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, 你们几个是他的同伙队吧, 请你们也跟我走一趟, 不不不, 叔叔您误会了, 我们是黄东的亲戚, 来帮忙搬东西的, 搬东西的是吧, 那些被你们搬坏的家电, 你们是不是要赔给我, 正好叔叔给我做个见证, 我走到被扔出来的冰箱那一看, 整个冰箱内部已经严重变形, 各种配件也碎了一地, 这个冰箱市场价69999, 发票齐全, 这个电视24999, 也有发票边说着, 叔叔边帮我拍照取证, 其他的还有吗, 正当我以为没其他的损坏后, 我发现我的电脑主机有点不对劲, 不对, 我的4块RTX3090出现了, 一张可是156呢, 接上级, 房东中途, 强行收房, 结果自己赔了15万, 还惨遭亲戚抛弃, 叔叔同志, 我的4张RTX3090不见了, 一张价值1万5呢, 很明显, 房东太太的这几个亲戚, 在搬我东西的过程中, 还偷走了我的闲卡, 要知道, 本来这件事还不算特别严重, 房东只是非法进入了我的屋子, 本来他们只要赔偿我损坏的那些家电就行, 可现在性质不一样了, 叔叔见状连忙掏出对奖机, 郭教总台, 这里是阿兴公馆, 现有人涉嫌侵入他人住宅的同时, 还涉嫌反火入室道歉, 请派人支援, Over, 听见这样的汇报, 房东太太终于不淡定了, 指着那两个大汉喊道, 谁干的, 到底是谁干的, 我不是再三强调只是腾房子, 不准损害任何东西吗, 你们倒好, 把庄稼地的那些习惯都拿着来了, 现在还特么过来偷东西了, 这时为首的大哥也哭丧着站了出来, 鼠鼠同志, 闲卡是我拆下来的, 可我并没有偷的意思, 我只是想拆下来替他保管, 东西还在屋子里, 我这就去拿, 这么的, 我的闲卡用得着你保管吗, 你个小偷, 从现在开始, 你们谁也不许轻举妄动, 等我的同事到晚, 你再去拿, 见事态发展得太过极端, 房东太太这时也绷不住了, 鼠鼠同志, 这可不关我的事啊, 我只是让他们搬东西, 没让他们偷啊, 你要抓你就抓他们, 这是跟我真没关系, 好你个房东, 当时叫我们来搬的时候, 客客气气的, 现在出事了, 翻脸不认人了, 鼠鼠同志, 我要举报, 我们干的所有的事, 都是房东指使的, 显然, 这几个房东亲戚也开始和他翻脸了, 还有, 房东一开始让我们在屋里躺着, 要是这小子闹事, 就让我们往死里打, 这些都是他的原话, 你放屁, 我就是让你们搬东西来的, 谁知道你们手, 这么脏, 都给我安静, 到底是怎么回事, 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, 现在你们乖乖的靠墙站好, 很快, 鼠鼠同志的支援也来到了现场, 就是他们几个, 全部带走, 鼠鼠啊, 我是冤枉的, 只见这几个人,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那喊, 可这还有什么用呢, 等结果调查清楚, 如果你们真的是被冤枉, 那自然不会有事, 现在你们只需要和我回所里调查, 说完, 两个大汉和房东太太, 便被齐刷刷的带上了银手镯, 阿星, 你的这四张显卡, 我们得先带回去做证据, 到时候会通知你过来去, 没问题, 鼠鼠同志, 那我这些被他们弄坏的家电, 以及我冰箱里之前, 囤了一吨的汇灵盾牛排, 这些折算下来, 怎么也有十几万了, 这十几万也不是个小数目, 还请鼠鼠同志帮忙和房东讨回来, 这个你放心, 他们自然是跑不了, 好, 那就先谢谢鼠鼠同志了, 说完鼠鼠同志们, 便走了, 整件事进来的也快, 去的也快, 虽说这个房子, 我仍有继续使用的权利, 但是想想还是不处了, 闹出这样的事, 也够晦气的, 兄弟们, 这个结果, 大家满力了吧, 大家点点赞哦, 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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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么哒